卖组艺中餐厅第二季礼,赵薇请来苏永鹏驻镇,向观众重拾20年前环珠记忆,小燕子与五阿哥自然是节目中最默契CPS,而苏永鹏的不老容颜,也让人有为好奇他的保养之谜。 6日下午,苏永鹏与上游新闻重庆城报记者,分享了幕后据事,被赵薇片上节目,录制22天受成追责联,一直以来我不太会参加真人秀,因为有一些玩游戏比较狠的节目,我自己看着挺乐的,可是我一直觉得不适合自己。 苏永鹏说,一开始中餐厅邀约池他是拒绝的,后来薇姐跟我通了一个比较长的电话,总导演也特别飞过来聊,我才了解这个节目其实是慢综艺,不消耗艺人。 节目截图,苏永鹏开玩笑说,赵薇他们曾耐心解释节目到底是做什么,结果来了才发现受骗,他们说节目主要在于让我们展现一些做事情的态度和表现,一些正能量。 我当时就信了,去了才发现苦不堪言,哈哈,什么卖综艺都是骗人的,一点都不优先也不优雅,因为真的从头到尾只有五个人,要做好一家餐厅,从头到尾一里外外,大家真的非常非常辛苦。 辛苦到什么程度,大家其实都瘦了一圈,尤其是我,回看我第一集和第五集的状态,我的整张脸都变成锥子脸了,苏永鹏止不住吐槽,原来租客的黄大马,都问我是不是整形了,我说你自己去看第一集,我不是这样子的,爱上做服务业的感觉,好处意让妈妈流下眼泪。 不过苏永鹏也表示,短短的22天的密集集集,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,因为我是一个做生意,很容易当真的人,我完全忘记原来这是个节目,我认真地爱上了做服务业的感觉,服务别人,让大家都开心,我真的很开心。 她坦言,上中餐厅之前对近厨房挺恐惧的,没自信,因为我一直觉得时间有限,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把天赋放在自己更擅长的地方,从来没想过原来做菜会有兴奋,这次算是短期培训,我现在敢在家里面验课,做菜给朋友吃,然后大家也觉得像模像样的。 苏永鹏最让他感慨的是,回家做给妈妈吃后,老人家竟然笑着流出了眼泪,我觉得第一是他觉得挺好吃的,超过他的想象,第二是他没想到,他儿子这辈子从来不下厨房,现在不光会做菜,还爱洗碗,把厨房弄得干干净净,他笑出了眼泪。 QA,苏永鹏,上游新闻重庆城堡,观众非常好奇,你如何能三十年如一玉的保持年轻? 苏永鹏,你只要每天保持元气,满满的心情就好了,其实我真的觉得心情最重要,有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脸就会垮,生活其实有很多解决不完的问题, 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去面对,将自己每天有饱满的元气,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好了,看起来什么都会好。 上游新闻重庆城堡,你最近在长春电影节作评委,接下来自己有什么电影计划? 苏永鹏,我现在人正在长春啊,昨天刚刚评审完这一期,所有人都得讲名单,大家都比较依据艺术高度来评判作品。 我希望这是国内电影节,里是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名单,我也在筹备自己新的导演作品,正打磨剧本,还需要一些时间。 我喜欢跟人有关的剧情,就是跟人的情感,人际关系相关的题材。 我觉得人生其实是一个受苦的过程,所以我喜欢苦这个主题,苦的就熟的,但我不见得会处理得非常灰色。 上游新闻重庆城堡,在尝试过演员与导演之后,你怎么看待两种职业? 苏永鹏,两个职业都非常非常专业,做演员其实是很需要状态的。 不管你的精神,你的体力,你的样貌,这些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员工作的器具,平常都要爱惜,不管有没有接到工作,我们都要让这些器具长期保持在线,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 做了导演之后,我发现导演要纵观全局,对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了解,然后还要有自己的想法,把自己的态度,和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表达清楚,要充实更多内行的部分。 另外,就是你要统领一个大队,所以人际关系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,这些都是很好的训练。 上游新闻重庆城堡记者赵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